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我們今天上課的單元是 誠實論 發具 佛寶論 第一品 劇組品 這一品的主旨是在說明佛陀五品圓滿 五品劇組 那首先先請各位翻開剛才所發的講義 劇組品的提要 這一品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作為全論的敘送 第二個部分是說明佛陀應當被禮盡的理由 敘送的內容包含四個方面 第一個是歸盡三寶 第二個是點名造論的理由跟原則 造論的理由就是要解釋佛陀的話語 用以利益世間 造論的原則就是 論它是要符印經文 不違法相 第三方面是點名 研習本論的利益 就是能夠升起殊聖的福德 避免升起邪制 而有種種的衰腦亂心 第四點是指出本論的宗旨 所以敘送有些學者認為說 他是針對發句而已 但我個人認為不是 敘送他不只點出發句 發句總共有35品 他點出了這35品的重點 就是剛才前面講的這歸盡三寶 點名造論理由原則 點名研習本論利益 敘送不是只限於發句 他也明示出誠實論這本論書 全論的宗旨在於抉擇諸議論 議論就是對於這個佛法的各種不同的解釋 不同的產世 比如說像到底是三世時有呢 還是現在時有呢 到底佛陀算不算是深重呢 那這個論主要做一個抉擇 抉就是去斷定啦 斷定選擇 在這些種種不同的說法 他要做出一個斷定 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然後產世佛法的真實意 這裡的真實意啊 特別是指四帝啦 所以陳時論整部論書啊 他基本上是以四帝做為這個 做為這個綱目啊 按照苦疾滅道的順序 解釋相關的經文跟相關的名項 那對於名項對於經文也有不同的解說 那陳時論這裡他也會做一個抉擇 他認為哪些解說才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是關於敘誦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要說明 佛陀應當被禮盡的理由 整個佛寶論都是在說明 佛陀為什麼應當被禮盡啊 第一個理由就是佛陀五品 聚足清淨 那這個聚足其實就是圓滿的意思啦 所以我後面又說圓滿無瑕 五品是借品、定品、惠品、解脫品、解脫之見品 這五者又稱為五分法生 那分是之分的意思啊 五分法就是指五種、五之的功德法 那生在課程在講這一品的時候 我有解釋過嗎 生的範文就是Skanda 它有積聚的意思 我們講說五運五運 它的範文就是Skanda 這個字本身有好幾個意思 第一個是積聚 第二個是眾多 第三個是身體 所以當我們翻成五分法生的時候 其實這個身並不是指身體的 它是Skanda裡面的其中一個意義而已 它應當是指這個 比如說五運的話就是這個運是積聚嘛 這個朱姆羅詩翻譯 它這個惠品、定品、惠品 它在大字度論裡面也翻成是 惠重、借重、定重 所以這個 朱姆羅詩它是取這個眾多的意思 中文品就是有眾多的意思 那惠元大聲一章在解釋這個 五分法生這個生 它說是這個功德聚積 所以現在講這個惠品 借定惠品、解脫品、解脫之見品 其實它是積聚眾多 前面這兩個意思 就是說 這借是一種功德、定是一種功德 這五種功德 它的這種積聚、它的這種眾多 它是充分具足、它是圓滿的 叫做五品具足 像其他的無學聖人、有學聖人 也是都具有這五種功德法的機具 但是佛陀跟他們不一樣 佛陀這個是上品 它是上品 而且重點在於它是清淨 具足清淨就是圓滿無瑕 佛陀跟其他的這些 身文聖的有學聖人、無學聖人 或者屁吃佛相比的話 大家都有五品具足 但是佛陀的這個五品 是具足清淨、圓滿無瑕 那講到戒品具足 佛陀的身與意三頁是沒有錯謬的 它不會有失誤、毀犯境界的情況 佛陀長久修及慈悲以及諸善 又在無量的佛陀處所久修戒行 所以它不會有惡心 它已經拔除了三毒的根 它沒有殘餘的習氣 我們上一次上課有講到 阿羅漢仍然有殘餘習氣 我們上次舉了一個有稱席阿羅漢的例子 就是說當他打算要度過橫河的時候 他對橫河女神說 你這個小婢女啊 你停止水流吧 我現在要度過 就是這個說話是非常的不客氣 那又講到說 有一個羅漢 他有這個魚吃的習氣 所以他吃東西之前 他已經腹脹 他已經有在這個隔氣了 可是他還是 他明明知道說 這個之前的食物沒有消化 他還是繼續的吃 不知道說這樣子吃東西 會引起後續的不舒服 所以這個是魚吃的習氣 那佛陀完全沒有這些問題 接著第二個是定品具足 說他定品具足 是因為這個依他的禪定 能夠獲得一切智 所謂的一切智是指 知一切法的總相跟別相之智 就是說他知道諸法的共相跟智相 像共相比如說像無常苦空無我 那智相就是諸法的各個差別 如果以聲文聖來講 他可以知道這個共相 就是無常苦空無我 但是對於這個諸法的各個差別 身文聖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智慧 所以佛陀他能夠獲得一切智這樣的智慧 那智是要依定引發的 智慧這個這麼殊勝的智慧 可見他的定也是果是殊勝的智 所以這個因是這個定 他也是殊勝的 佛陀於無量節次第建成禪定 一般說他是修習了三大阿生期節 又再加上九十一節修向好莊嚴 所以他的修行歷程非常的長 禪定的障礙都斷除 在誠實論裡面舉的是比如說像大喜 這種喜樂會障礙禪定 那佛陀他要入定 他不需要依待這個 比如說環境天氣 這個處所這些條件 他不需要依待這些條件是否適合 他不需要施加心力 他入定是很自在的 那這個入定是堅固而久住 在定中是安穩無難 那佛陀他有種種自在神通 跟其他有神通者相較 佛陀的自在神通是最為殊勝第一 那一樣的道理就是說 這個神通是禪定的果報 那這個果是這麼的殊勝 由此可知 他這個禪定的因也是很殊勝的 所以定品具足 那佛陀禪定 被稱為 知諸禪解脫三昧利 他是屬於十利的其中一利 其他眾生是沒有所謂這個利 那佛陀有一些禪定的名稱 像比如說我們講神文聖的禪定 就是九種次第定 然後還有所謂的這個第八解脫 滅禪定 滅禪定 第八解脫 如果按照有部的說法 就是第九次第定 不過在陳時論裡面 他是屬於這個 有餘涅槃阿羅漢國 那佛陀禪定的名稱 是這些神文弟子都沒有聽聞過的 像大智度論裡面講到 有獅子游戲三昧 佛陀禪定有很多種特殊的名稱 像剛才講到的獅子游戲三昧 那陳時論對於佛五品具足的說明 跟大智度論第21卷裡面所說 有很多這個雷同的地方 我們知道說這個 赫黎拔摩他離開有部之後 曾經前往華世城 跟大中部共居 那大中部他也是有這個 接觸這個大晟的思想 赫黎拔摩就利用這個時機 他自己也閱讀了很多的大晟的點擊 所以從陳時論裡面的一些線索 他應該是有參考過大智度論 那像提婆的這些論書 他也是有參考過的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閱大智度論第21卷 可以來比較看看兩論的內容 第三個是佛陀慧品具足 那這是從四方面來說 第一個是無師自覺 他不是依靠老師 他是自己覺悟的 所以說他慧品具足 第二個是他斷除了兩種無名 障礙禪定的無名 以及生起煩惱的無名 第三個這個世間的學問 這些外道的這些學問 他是都知曉的 第四個是針對說法的部分 說法善於義趣便才無礙 他的說法是沒有任何過失和錯謬 接下來是佛陀的解脫品具足 那從什麼解脫呢 從兩種無名中解脫 他說讓禪定的無名和起煩惱的無名 這兩種都沒有 沒有殘餘的習氣 永遠不退轉 按照誠實論的說法 阿羅漢他只退失禪定 如果按照有部的說法 阿羅漢會退失到果 只是在他命中前 他又會復得果位 最後是解脫之見具足 那這是分為兩方面 第一個是自己知道解脫 第二個是知道他人的解脫 佛陀知道眾生 應當根據什麼樣的因緣得到解脫 能夠適時應機的說種種的妙法 以異於理解的方式 次第說解脫到 以善巧方便破除眾生障礙 使眾生得解脫 像這個善巧方便破眾生障 難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難陀的淫欲心非常的赤盛 佛陀就用這種以欲勾籤的方式 讓難陀以欲斷欲 所以這個是一個善巧方便出帳 那上一次上課解脫之見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說完 所以請各位翻開 上一次所發的講義 解脫之見的部分 第八項 是7月30號所發的講義 第一頁的標題是 解脫之見具足之說明 剛剛講到說 佛陀知道什麼樣的眾生 應當在什麼樣的時機 說什麼樣的法 比如說像這個羅侯羅要請法 佛陀一開始不肯說 給他幾個家庭作業 做好了之後 看他根性熟了 才為他說 又譬如說像這個車尼 他應當要聽聞什麼樣的教法 才能夠開悟 上次我們也講到這個 挑奮夫尼提的故事 因為過去一生 做比丘的時候 這個嬌慢 那是因為生病的緣故 懶惰在床上大小便 讓他的這個已經得到的弟子 去幫他這個盜死盜尿 所以因為這樣子 嬌慢的一個 趨異聖人的一個 一個這種 惡業 導致於他 許多事都淪為挑奮夫 那非常的自卑 佛陀用種種的方便 讓他能夠 讓他就是說能夠 生起這個信心跟自信 出家為生 很快就贈得阿羅漢國 那我們看第八點 有眾生一代時機漏盡 例如夫婦經所說 這次講一對夫妻 太太這個非常的聰明智慧 但是先生不愛 反而愛家裡的這個奴仆 所以太太就趁機要求出家 出家之後很精進 很快就贈得阿羅漢國 那這個是出自這個本源部 這個是在講佛陀本身的一些故事 還有第五十四經 佛說夫婦經 那經文內容是稍微長了一點 所以有這個 在金律意象這本書裡面 把它做了截錄 我們翻開今天所發的講義 在第六頁 金律意象他把這個經文 做了一些刪減阿 就是取其重點阿 所以他標題是 泛制就是婆羅門 捨棄他的這個端正的這個太太 把他捨棄在樹上啦 愛著這個筆下的這個婢女 後悔也沒有用 這裡提到有一個親姓氏 親姓氏就是幽婆舍阿 他的太太長得很端正 威得沒有人比得上 有這個言語的辯才 被眾人所尊敬 但是他的丈夫阿不重視他 也不喜歡看到他 反而愛家裡的朴史 太太見到丈夫的心這個樣子 就對丈夫說阿 你不喜歡我阿 那希望你准許我出家 聽是准許的意思阿 那他的丈夫就准許他 然後就出家成為比丘尼日夜精進 行道不久阿 就贈得阿羅漢 然後這個幽婆舍阿 他所敬愛的這個女人 也就是家裡的仆役死掉了 親姓氏阿 這個幽婆舍阿 就去叫這個比丘尼返家 這個比丘尼了是完全的意思阿 完全不肯 比丘尼就跟佛陀報告這件事情的始末阿 佛陀說這個幽婆舍阿 前世已經悔辱此有德之人 也就是這個比丘尼 這個比丘尼阿 他有蘇特的志向阿 這個幽婆舍阿 總是來壞亂 這個比丘尼已經入了大陸阿 已經得了聖道阿 還要來毀入之阿 這是不能得逞阿 就是說一個 就是說已經證了阿羅漢 已經出家了 那前夫又叫他回家 再恢復這個夫妻的關係阿 這怎麼可能呢 那佛陀就講這個過去世的因緣 過去世的時候有一個婆羅門 太太叫做蓮花 她長得很端正阿 是這個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的 婆羅門不喜愛她 反而喜愛這個奴婢 那就聽這個奴婢的話 捨棄太太在山裡面 這個婆羅門爬上幽波檀樹去挑取成熟的水果 然後呢丟棄生的水果給婦人 給她的太太 太太就問說 你自己吃這個成熟的水果阿 而丟棄這個生的水果給人 那丈夫就說 你也可以自己上樹來採阿 太太就爬上樹阿 丈夫就去拿荊棘阿 拿這些有刺的植物阿 把樹的四周把它遮起來 想要讓太太阿 就算是死阿 也沒辦法下 從這個樹上下來阿 因為會被這個荊棘刺到 沒有辦法下來 這時候阿 國王由列 見到這個婦女長得很端正 就問說阿 你是什麼人呢 婦女就 句就是詳細的阿 說明這件事情的始末 國王阿認為說這個婆羅門阿 於事無知阿 非常的愚昧阿 不是一個丈夫阿 隨即就把樹底下的荊棘除去 用車子載婦女返回宮內 把她立為王后 那這個王后阿 有很多的記憶 可以比 智慧跟變才阿 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比阿 又能出伯 出似 類似 這個 玩這個骰子的遊戲阿 博士子下棋阿 就是說她有這個旗翼阿 很會下棋 遠近的女人阿 都來跟她一起下棋阿 王后阿 則就是每每都獲勝阿 沒有能夠匹敵 擋是匹敵的意思 婆羅門她也善於下棋 遠遠阿 就是說她聽聞阿 這個王后阿 她這個下棋阿 總是獲勝阿 她就知道說 這應該是我的前妻阿 不是其他的人 所以就想要造訪國王 表現她的這個下棋的這個技術 那皇后也聽人家講到 某一個范子長什麼樣子阿 知道是她的前夫 就告訴國王阿 讓這個 就想要建這個婆羅門阿 然後呢 讓這個婆羅門 遠遠的這個 來展示她的這個旗翼阿 然後 因為我剛才講說 金律意象阿 她是將經文做了一個重點的摘入 所以 王后跟前夫她之前用 有用這個 這一段阿 有用寄送彼此來問答 那這裡 省略了啦 那這個 他們之間的對話的大意是說 范子阿 她希望王後阿 能夠意念舊情阿 兩個人再復合啦 那王後就反酸說阿 你自己吃這個成熟的水果阿 生的丟給我阿 拒絕復合阿 所以 後繼答約阿 其實後面應該有這個 他們 之間的這個對話的寄送 但是金律意象把她省略了 那因為王後拒絕復合 犯至心懷慚愧跟悔恨 極至克責 克責就是責備 責備阿 自己 後悔阿 也來不及了 那佛陀就要檢視這個 因緣 過去的這個婆羅門阿 就是現在的這個 優婆社阿 過去的這個被遺棄在樹上的婦女阿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優婆社的前妻阿 也就是已經成道的比丘尼 當時的國王阿 也就是我阿 也就是佛陀阿 所以這個優婆社和比丘尼 過去是阿 他們就是夫妻阿 那過去是阿 丈夫也同樣的愛奴婢不愛妻子阿 那還把太太阿 騙到樹上 讓她下不來阿 要置太太於死阿 後來因為太太 這個成為皇后阿 用以奇異精湛而聞名阿 婆羅門又後悔想要復合阿 金氏也是這樣子阿 太太出家成道了阿 那她愛的奴婢死了阿 又後悔要這個比丘尼阿 還屬返家阿 所以這個一直在腦 就是說在 毀腦這個她的這個 兩世的這個妻子阿 所以陳時論把她解釋說 就是 這個婦女阿 她要待時機才能夠漏盡 待時機就是丈夫不愛阿 所以有的時候這個 人生的得失是有時候不能用常理來衡量阿 所以就是說人生的得失有的時候是說不準的阿 有時候詩意剛好也是另外一個轉接 看怎麼我們自己怎麼去調整自己的心態去把它做一個轉換 師兄講得很好 賽翁失馬燕之飛福阿 以一般來講說一個婦女失婚 在古代來講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可是她能夠這樣子 這樣子轉念阿 出家修行 反而得到這個更殊勝的這種這種利益 我們再看上一次所發的講義 這裡講到說有眾生要依待人漏盡 例如說設立佛要依待阿蘇士 那這個典故我們上一次已經解釋了 就是說設立佛本來是在六師外道 其中一個叫做三奢爺的門下 三奢爺是一個不可知論者 對一切問題都不做確定的回答 那設立佛跟慕見蓮是師兄弟阿 那他們知道說他們的老師不究竟阿 所以他們互相約好了 如果有遇到這個得道者阿 必須要互相的這個相告阿 後來有一天在王赦臣裡面 阿蘇士見到有一個比丘 在起食的時候 這個威魚巨竹 那他就尾隨這個比丘 然後詢問比丘是自己就是老師嗎 還是他的老師是誰 那他的法是什麼 所以阿蘇士就轉述 諸法從陰生 諸法從陰滅 如是滅與生 沙門說如是 設立佛一聽就證得出國 那上次我有講到說 我們現在看好像有 對這個祭壯好像很麻木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因為在當時印度的思想環境裡面 以婆羅門教來講 他是主張有第一陰的 梵天師萬物的創造主 再來其他的異端 這些非正統的 大部分都是講無陰論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思想的氛圍中 聽到另外一個很不同的說法 諸法乃是因緣生 那他就內心的衝擊很大 因此得到這個證悟 再來是第十項 有眾生依待處所漏盡 這裡舉這個福家沙王 處所就是說 他在陶師家遇到佛陀 跟佛陀共住一個晚上 聽佛陀說法 而正第三果 經文的出處是佛說平沙王五願經 他有解釋這個福家沙王 他的一個因緣 一個事蹟 平沙王就是平婆說羅王 那佛陀在陶師家為福家沙所說的經 就是中阿韓經162經 分別六戒經 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查閱 那我在這裡大致講一下 佛說平沙王五願經的一個大致的內容 講到在社衛城北方 有一個國家 這個國王就是佛家沙 他在宿命的時候曾經見過佛 見過過去佛 那向佛陀學道過 那時候他所學的就是 身中具有六個部分 也就是地水火風空事六戒 宿命中曾經學過 那這件事身為國王 他跟王色誠的平婆說羅王 雖然兩個人從未見過 但是他們聽過彼此的名號 互相的敬愛 所以常常的書信往來 那有一天這個佛家沙王 收到平婆說羅王的來信 說這個王色誠 有一個人中蓮花 這個非常的稀有 三十二相 也就是這個佛陀 佛家沙王讀了信 非常的歡喜踴躍 對呀 他的身上的毛啊 都樹立起來了 我們聽到出文這個佛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特殊的角色 有人出文的時候 就這個生毛樹立嗎 剛才講到佛家沙 聽聞到佛啊 聽聞到平婆說羅王描述佛啊 他就這個漢毛直樹啊 那之所以漢毛直樹 是因為他宿命 就已經曾經見過這個過去佛了 那佛家沙他就又寫信 給平婆說羅王說啊 我希望能夠聽聞啊 佛陀他的這個教法 希望你能夠告訴我 那這個信啊 發出去之後啊 幾天啊 那佛家沙又想說啊 這個人的壽命是不可知的 在呼吸間啊 我沒有辦法再等待 平婆說羅王的這個書信啊 我不如自己去見佛吧 所以他就帶領的很多朝臣 和其他的小國王啊 一群人啊 就從他的國家前往到 要前往到王舍城 在路途上啊 接到平婆說羅王的信啊 信上講佛陀的教法 裡面主要講的就是十二因緣啊 無名原形乃至純大苦懼疾 無名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懼滅 那佛家沙讀這個信啊 他就很深入的思維啊 到了這個半夜的時候啊 他的這些隨眾啊都已經睡著了 他就自己偷偷的起來啊 自己離開了 到焚種間啊自行的剃頭啊 批法衣啊 做沙門啊 那因為他沒有撥氣 他就取這個焚種間啊 死掉人的這個骷顱頭啊 把他刮乾淨啊 把他當成是這個波具 就前往到王舍城外 那因為時間已經很晚了 他就跟陶詩家借宿一晚 那佛陀用天眼啊 遠遠看到這個佛家沙來了 在王舍城外 住在陶詩家 佛陀啊知道說 佛家沙王啊 明天就會命禁啊 呃現在不見他啊 以後就見不著了 所以佛陀就飛行啊 到這個陶詩家門外啊 要求也要計數 那兩個人就共處一室啊 佛陀啊 這個初夜中夜後夜啊 都端坐 佛家沙也 也是跟著端坐啊 然後啊佛陀就問他說 你啊是跟誰學道呢 佛家沙說啊 他聽聞有佛啊 他是這個 跟這個佛陀學道啊 佛陀就問說 你見過佛陀嗎 佛家沙說啊 不曾見過 佛陀又問說 如果你見到的話 你能夠知道是佛嗎 佛家沙講說 見到了也不認識啊 那這個時候啊 佛陀就這樣子想 這個人啊 以我為師而作沙門啊 我應當繼續為他說 他在宿命時所知道的經啊 讓他能夠迅速的解脫嘛 所以他為他解說的就是 宿命所聽聞過的聲中啊 有地水火風空是六界 那上次我所發的講義啊 那個 註解的地方 在講這個 經文的部分沒有講得很清楚 分別六界經的內容啊 是講說 人有地水火風空是六界聚集 那地水火風空啊 他都有分內跟外 有內地界跟外地界啊 內地界就是我們身上的 髮毛爪齒皮 外地界就是外在的這個 三啊 三十大地啊 那 這個內水界就是我們身上的這個 體液啊 血液啊 尿啊 外水界就是外面的這些 這個河水啊等等 火風空也是這樣子 不論內外啊 都非我 非我所有 比丘這樣子去觀察 他知見五界啊 心就不會懶著 而解脫於五界 那這個時候就剩下事 那這個事是 事之什麼呢 他是 事之苦樂 不苦不樂 比丘要能夠知道啊 這些獸啊 是以處為因緣而有 處滅 則獸滅 比丘不懶著 而解脫於諸壽 從諸壽解脫啊 就剩下這個清淨的蛇啊 依這個清淨的蛇 修事無設定 這樣子還不足啊 比丘要觀察 事無設定啊 事有為 事苦啊 心不疑露 這時不思有無 不只取任何世間物啊 無有恐怖 而正涅槃啊 這個是分別六界經的內容 那佛沙拉家聽了啊 就正了第三果 阿納涵果 那他這時候就知道 為他說法的人乃是佛陀啦 所以他就跟佛陀懺悔說啊 他實在是愚昧啊 不知前面的人即是佛啊 施於禮盡啊 佛佳沙就向佛陀要求啊 要出家做沙門嘛 那佛陀就說啊 這個要出家 要準備這個衣波啊 你衣波準備了嗎 佛佳沙說沒有啊 那他就說 那就明天他會 錄王赦城準備 那錄了王赦城啊 這個 城中啊 有這個 剛生產完的母牛啊 那這個母牛奔走啊 用他的牛角去碰撞佛佳沙 佛佳沙就被撞死了 那 比丘聽聞這件事情啊 就問佛陀說啊 那佛佳沙 他 這個 呃 死之後啊 會 到哪一到呢 佛陀就解釋說啊 這個佛佳沙啊 他的 這個 阿那行果啊 他是 投生到天中啊 將在天中 贈得阿羅漢啊 剛才我們講到佛佳沙王 被牛角刺死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因緣 請翻開這一週 所發講義 最後 大概在最後面吧 對 這是第幾頁 這是第七頁 第七頁 法句 辟譽經 第八品 言語品 從前 佛佳沙王 入 羅月祈臣 羅月祈臣就是王赦臣的範文的音譯 分位是起實的意思啊 剛才講到說 他要入臣去 收集這個衣波嘛 那在城門中啊 被新生產的 致牛 致牛是母牛 所抵殺 抵是指用牛角碰撞的意思 像這個在 我在加德滿都的街頭啊 他也是有這個流浪牛 非常大隻 是公牛 很大很大隻 那加德滿都的這個街頭啊 他路 街非常的狹窄嘛 大概車子只能單向通行吧 那一隻牛 他也不是像台灣這樣有棋樓 沒有棋樓 就是隔旁邊直接是這個門 就是人家的店面 一面啊 來了一頭大黑牛啊 那因為我們這個行人都是 像排隊一樣走 因為旁邊有車子嘛 所以人就 行人就在這個商店邊啊 這樣行程一排這樣走 我走著走著 看到我前面的人啊 一個接一個跳開啊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 我前面的人全部跳開之後 就是一隻大公牛啊 我那時候嚇到 我趕快還好那個商店門是開著 我就跳進商店裡面 所以在 在這個印度 真的是很恐怖的情況啊 我如果沒有閃過 他沒有要讓路的意思 他就走他的 我如果不閃的話 我會被他的牛角刺死 總之在印度尼泊爾的街頭上 有時候會遇到這個牛浪牛 或者是人家飼養的牛放養的 那一不小心啊 就會被他的這個衝撞到啊 那因為這個牛啊 才剛把人刺死啊 牛的主人非常的害怕 就把這隻牛賣了 轉給他人啊 那這個新的主人啊 牽著牛啊 想要為牛喝水啊 那牛就從後面啊 又用這個牛角 把新的主人刺死了 那這個新的主人 他的兒子啊 非常的撐怒啊 就把這個牛殺了 拿到市場賣肉 有田舍人就是農村的人啊 他就來買 他買這個牛頭啊 牛頭用這個線啊 把他貫穿的 然後用單著啊 就帶回去啊 去這個他的農村啊 還有一公里魚啊 就坐下來 坐在樹下休息 把這個牛頭掛在樹枝上啊 一下子神就斷了 牛頭下來啊 剛好就跺在這個人的身上啊 牛角啊 刺到他啊 他就馬上死了 所以這隻牛 一天之中殺了三個人啊 第一個是佛家殺 第二個是這個 新的主人 第三個是買這個牛頭的人 那平婆 蘇羅王我們剛講說 他是佛家殺的好朋友 他聽到這個事情啊 就非常的精怪啊 為什麼會這樣 就和群臣啊 前往佛陀處所 到了之後啊 坐禮完畢啊 退坐在王位啊 插手就是合掌 對佛陀說 實在是太奇怪了啊 世尊啊 一頭母牛啊 殺了三人啊 是有變故嗎 希望能夠聽聞佛陀的意思啊 佛陀就說 最對有緣 這個對啊 下面 就是說 他應該還要有一個心啊 就是怨恨的意思啊 這個怨恨是有原因 有來源的啊 並不是偶然 不是現在偶然發生啊 他有原因不是現在偶然發生 事是偶然的意思 那國王就說啊 希望能夠聽聞他的緣由 佛陀說從前有這個 應該念古是不是 古克三人啊 就是商人啊 到他國去 置身就是謀生 技術在一個 這個 獨居老婦的 這個房舍裡啊 因故舍職 故是付的 付錢啊 應該要付這個住宿 職是費用啦 應該要付住宿費啊 見到這個老婦人啊 是這個獨居啊 就欺負他啊 不想要給 趁著這個老婦人不在啊 默不作聲啊 就離開了 竟然不給這個錢啊 那老婦人回來之後啊 不見到商人 就問筆居是鄰居的意思啊 問鄰居 鄰居說啊 都已經走了 老婦人很稱諱啊 隨後就去追逐 追得很辛苦啊 才追上啊 就所討啊 這個住宿費 三個商人啊 就回罵他 罵立 立也是 罵的意思啊 就回罵他說 我之前已經給予了啊 你為什麼又要來所討啊 同聲共抵 就是三個人一口同聲啊 抵 他跟那個手字旁的抵 是同樣的意思 抵制啊 三個人就 一口同聲的 而抵制這個老婦人 不肯給予這個費用 老婦人啊 孤單一人啊 勢力薄弱啊 無可奈何 就懊惱發誓詛咒 對三個商人說啊 我現在啊 困惡啊 你們 哪裡這麼冷心啊 欺負啊 抵抗於我啊 希望我後世所生之處 如果 將相職就是相遇啊 就是說我以後啊 如果又遇到你們 要就是必 必當殺死你們啊 就算你們得到啊 忠不相至 這是捨棄的意思 就是說即使你得到了啊 我也不會捨棄啊 殺死你才罷休啊 不殺死你不停止 所以這個發這個很可怕的這個惡怨啊 佛陀就說 當時的這個老婦人啊 就是今天的這個母牛啊 三個商人啊 就是佛家殺這三人 被牛用這個腳所殺死的 然後世尊就說了這樣的寄送 惡言罵利 利也是罵啊 用這種惡劣的語言啊 去罵人啊 驕傲 欺凌 侵滅人 興起這樣的行為啊 疾也是怨的意思啊 怨恨就滋生啊 謙遜的言詞啊 謙遜的言詞 尊敬於人 捨棄結是煩惱嘛 忍耐惡言 這個怨恨啊 就自然消滅 事是指人的意思啊 人之聲啊 刀斧在口中 所以被刀斬生啊 都是因為惡言的緣故啊 所以這裡講到說 這個我們的 語言啊 我們的話語 所說的話 就像是刀斧一樣啦 它可以傷人啊 最後又回傷到自己 所以這個是要我們 小心我們的這個 對 小心口業啦 就是說 這個刀子 斬別人好像很過癮啊 事實上不知道它是這個 回力標 最後又回到自己身上 就像這過去的三個商人啊 他這樣子反罵這個老婦人啊 最後呢 這個 最後啊 落得說 被這個牛角刺死的一個下場 所以這個對於我們的 這個口業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那在這裡我們也要注意就是說 不管在任何情況下 遇到任何的挫折 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不要亂發邪怨 因為發這樣的邪怨 對自己並沒有任何的利益啊 傷疾也是傷人啊 同樣的這個 呃 刀斧在口中啊 老婦人自己也是這樣 他發這個惡怨啊 他 傷自己也傷別人啊 像我們之前講到這個 呃 宿命通的時候 講到說 有人啊 生來自知宿命啊 有論師認為說 這個是 所知的 生來自知 不過七世 那舉了這個屠夫的例子 一個屠夫啊 他知道他的宿命 知道他過去生也都 當屠夫啊 然後 呃 然後次世啊 又投身到這個欲界天 這樣子 呃 來回好幾次啊 那他就認為說 升天的原因啊 是因為這個屠殺啊 殊不知說 在這個更之前啊 他曾經遇過辟之佛啊 供養了辟之佛 那以此功德 他竟然發了這樣的一個愚痴的願望 願他世事能夠行屠殺 那因為他發了這個願啊 所以他在人間他身為屠夫 那因為供養的功德 所以他屠夫命中之後 又上身欲界天 那當他福報響盡之後啊 他就要墮入地獄啊 那地獄果報結束之後啊 他要投胎為羊啊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個邪怨是 這個 很可怕的啦 所以我們要很謹慎的 就是說 在任何的一種悲憤啊 怎麼樣的一個不如意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要很小心自己的念頭啦 接下來講到 有眾生一代同伴漏盡 這裡舉 放牛難陀的例子 他一代阿猶陀村人 這個阿猶陀村人啊 就是應該是指這個 問法的比丘啦 因為有一個比丘向佛陀問法 難陀在旁邊聽到啦 他就要求出家啊 所以這個同伴應該是指 問法的比丘跟這個難陀 一樣都是阿猶陀村人啊 那這個等等是指 還有其他很多的事例 那這個放牛難陀的故事啊 其實我們之前應該就講過了 我們之前講到 成就禪定所需要的條件有11項 第11項叫做布濁 就是根據這個難陀的這個 這個經文啊 佛陀在阿猶陀村恆河邊 由比丘向佛陀請求說法 佛陀以恆河中的漂流木為譽 這個漂流木就是比喻比丘啦 如果這個木頭啊 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沉水底 不被沖上陸地是指這個河洲的沙洲啊 不捲入漩渦不被人取走 不被非人取走不腐敗就能夠流入大海 大海是比喻涅槃啊 那比丘是漂流木 那此岸是比喻眼耳鼻舌生意六內促 彼岸是比喻色身香味促法外六促 就說比丘啊他不執著內六促 也不執著外六促 水底是指貪洗 就是說比丘不會沉溺在貪洗之中啊 那河中的這個沙洲是比喻我慢啊 就是說這個比丘不會被這個我慢卡住啊 那陳時論有指出這個橫河水是指八正道 那被人取啊是說這個比丘啊喜歡跟人在一起啊 沒有辦法這個獨處啊被非人取走是指說 比丘持戒是為了要求升天啊 捲入漩渦是指捨戒還俗 腐敗是比喻犯戒啊 如果這個比丘啊能夠避免這八種的情況啊 必當到達這個涅槃海 那木牛人難陀在旁邊啊聽聞此法 就向佛陀要求出家 然後就贈得阿羅漢果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說 剛好有人啊這樣子問法 那我們聽了啊也可以從中得意 所以難陀是要 要有這個因緣啊恰巧有比丘問法 再來講到說有的眾生啊 是要依待佛陀的真身而得到漏鏡 有的眾生啊是要依待佛的化身而得到漏鏡 佛陀都個別了知知道這個眾生他需要依待什麼樣的這種身份 才能夠漏鏡而為他說法 使這些眾生得到解脫 所以這個 依化身漏鏡 各位會想到什麼例子嗎 好像經中講的不多是不是 我稍微查了一下 像在真意阿含經36品第5經啊 講到說佛陀上身刀立天嘛 為刀立天還有他的母親摩耶夫人說法 那佛陀他上身刀立天 他把他的這個身體啊變化的非常的廣大 有易游巡這樣子寬 易游巡是好幾公里 以這樣子的這個廣大身為天人說法 使這些天人得法眼鏡 這算化身嗎 所以我有查到這個經文 那如果是在阿含裡面 雜阿含經裡面 他幾乎都是 就是說佛陀他這個漏身在說嘛 各位有興趣可以幫忙注意一下 由於佛陀各式各樣宣說妙法的緣故 由於能夠破除一切障礙解脫法的緣故 因此稱為解脫之見具足 我們剛才有解釋嘛 解脫之見它是分為兩部分 一方面是知見自己的解脫 另外一方面是知見他人的解脫 能夠幫助他人得解脫啊 再來這裡講到說 佛陀說法善於易去 不說無利益而無果報之事 我這邊本來是寫意義啊 我把它改成利益 講利益會比較好啦 那為什麼說改成利益呢 在義部中倫論裡面 他講到這個佛派對於佛陀的這個言說 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說說一切有佛認為佛陀的言說 他並非全部都是在轉法輪跟利益眾生 但是像大眾部、易說部、出事部、基因部 這些認為說佛陀的言說都是在轉法輪 都是在利益眾生 所以從這裡來看 誠實論對於佛陀說法 他是採取大眾部等的立場 像這個佛陀問阿難說天下語了沒 各位認為這句話是有在利益眾生嗎 只是單純的日常生活的一種 一種就是說閒聊、無意義、沒有利益的語言嗎 如果是有部的話 他會認為說這個佛陀問天下語了沒 這個是沒有利益之言 可是大眾部的話 按照這個虧姬他的一個 對義部中倫論的解釋 他說這個是利益阿難之言 這個佛陀是無所不知的 外面有沒有下雨 他難道會不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 他是明知故問阿 就是說我無所不知 我還會問你阿難阿 你的智慧還沒有圓滿 那你怎麼不好好的這個去 就是說向佛陀請教這些法藝 然後好好的觀察四地呢 所以如果按照大眾部 對於天下語了嗎 佛陀這樣的一個發問 大眾部認為這個不是沒有利益的 他是要去利益阿難 他也是要去除去其他人的真上慢 就是說你們都還沒有證 你們還沒有證 佛陀知道還懂得要問 你們不知道的人 怎麼不好好 所以我總是喜歡舉這個 阿爾塔這個字 他有 advantage 利益的意思 所以這個阿爾塔他也翻成利或者是利益 第二個是meaning 意義 所以佛典裡面 他有時候只翻成意或者翻成意去 都是這個阿爾塔 第三個 object 敬感官的對敬感官的對敬 所以講這個為事無益 或者為事無益 有時候 因為這個阿爾塔 他有敬的意思嘛 但是古德有時候翻譯啊 他把敬翻成這個意 所以同樣的字有不同的意義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就要去分辨 這裡他採用的是哪一種 比如原文講說 佛說法善於意去 那這裡這個意去很明顯就是意義嘛 不說非意無果報事 那這個非意呢 這裡的這個意呢 我認為本來我是按照前後前文 我前面講的是意義嘛 我就想說這裡也是意義 後來看那個一部中人論 應該解釋為利益會比較好 佛陀見次說解脫道 如同屬樹木 因此易於理解 所以佛陀說法是有他一個模式一個次第啊 像在中阿含經裡面就常常出現這個定型句啊 就是對於這個文法者啊 佛陀先勸發這個文法者 對於佛法的渴望仰慕 使文法者歡喜 然後為他說布施持戒這些升天法 再指出五欲是過患 生死是雜欄 無欲是聖妙 道品是白淨 然後呢 講到這裡呢 就看看對方的反應 如果對方有歡喜心 有能力看受正法 這時候才為他說正法要 也就是四身地 所以佛陀說法是有他的一個次第啊 先從這個先讓對方這種激起對佛法的興趣 然後講最基礎的這個善惡的這種概念啊 升天這些概念 然後說其實升天啊 受用五欲也是有過患啊 生死也是這個很多過患啊 五欲才是殊勝的啊 然後再來講四聖地 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剛剛講到解脫之見 他是包括自己知道解脫 也知道他人的解脫 那當然佛陀是自知解脫啦 他現世解脫也為人解說 佛陀自己是無私自物啊 所以稱為自然人 佛法裡面有很多種方便的技巧啊 就像是用很多藥啊 佛法充分治療疾病 佛法也是這樣子 能夠用很多的對峙法門來滅除煩惱 這裡舉這個不敬想的九想啊 能夠令各種煩惱不能回擊加害 所以能夠充分的破除煩惱 那九想依照有部所說啊 史詩的輕鬱想 膨脹想 濃難想 破壞想 破壞就是這個史詩膨脹爆裂開來 一刺想就是說這個肉上面啊 這個沾滿了血 背石想就是被鳥獸所食 殘骸散落各處 那最後兩個白骨想跟骨鎖想 它的差別 白骨想啊 它的骨結是分離的 骨鎖想的話是筋骨相連 再來佛陀啊 它這個度化眾生 它是用非常多的方便啊 有的時候是用柔軟語啊 有的時候是這個苦言 就是令人不悅的話語 有的時候是 兼以柔軟語和令人不悅的話語 就是說佛陀自己這個自知解脫 也能夠知道他人的解脫啊 能夠種種的善巧方便啊 幫助眾生解脫 這個就是如來的解脫之見具足 那上次我們有講到這個 難陀以欲斷欲 我有把這個經文找出來 以前我們讀的是 前兩屆讀的是 雜寶藏經裡面的 那現在要讀的是佛本型集經 裡面講的又更詳細啦 他把這個阿漢經裡面 對於難陀的種種描述 把它聚合在一起 難陀出家因緣品有分上跟下 我們是讀下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上的部分呢 是講到這個難陀他是 他是怎麼出家的啊 是佛陀脫波的時候啊 難陀這個帶著這個供養品 跟到這個 呃金色被強迫出家 那難陀出家是心不甘情不願啊 所以一直想辦法要 逃回家裡 要捨戒還俗 那他啊 因為很思念他的太太孫陀麗 孫陀麗是美麗的意思啊 人如其名 所以啊 他就製造他的畫像還是塑像啊 就這樣子放著這個畫像塑像啊 這樣子看著他 這樣一天就過去了 所以他實在是這個無心於 犯行啊 所以接下來看佛陀怎麼度化他 啊 世尊雖然以善言啊來教士難陀 可是這個難陀啊 仍然留戀王位自在之樂啊 去意念根孫陀麗的五欲之事 在佛法中啊 仍然是不心樂 想要捨棄犯行 想要捨棄他的巨竹界啊 返回家裡啊 從事這些在家人的事物 這時候啊 世尊知道難陀的心之後啊 就這樣子想 這個難陀的煩惱啊 是非常赤聖的啊 哪裡能夠用這個 這個稍 哪裡能夠稍微教化 就能夠破除他的煩惱 我現在啊 需要做方便啊 就好像世間以火滅火 以毒制毒 所以現在佛陀是要 這個 以慾斷慾啊 就是用慾勾籤難陀的方式啊 這樣子思維之後 就握著難陀的手 從尼聚陀樹林而出 以神通力 引沒其身 忽然在香墜山上啊 出現而住 這時啊 山上因為風吹的緣故啊 兩樹相開 就是摩擦啊 就摩擦出火 這個山就燃燒了 燒出很大的這個煙燃 這時候山內啊 有很多彌猴 數量有五百 被這個火燒到毛啊 都 都跳在地上啊 去摩擦啊 滅除身上的火 這時候 世尊看到有一個 母的蝦彌猴 在猴群裡面 也以手撲滅身上的火 佛陀就對難陀說 你現在看這個蝦彌猴啊 在猴群裡面 也用手啊 滅身上的火 像這樣子 你看到了嗎 這時候啊 難陀說 世尊啊 的確啊 我現在看到了 世尊隨即跟難陀說 你認為如何呢 你那個孫陀莉啊 令人喜愛啊 端正莊嚴啊 跟這隻迷猴啊 來比啊 是誰勝出呢 難陀就向世尊啊 平眉觸面 就是說這個 眉頭皺起來 臉都縮在一起啊 莫然不說話 就是說不以為然啊 世尊就握著 難陀的手臂 從香醉山上 莫就是消失 消失這個其身啊 前往至 三十三天 金刀立天 出現在 波利直多羅樹這裡 樹下有一個大石 叫做 婆奴金摩羅 就 在那個地方 第四天王啊 他這時候 前往到這個 圓林裡面啊 在圓林裡面遊戲 這個圓林叫做 一家分陀莉 帶領五百工人才女 才女也是工女的意思 左右圍繞啊 坐倉妓樂 就是唱歌跳舞啦 演奏音樂 這十四尊見到第四啊 在一陀 一家分陀莉園 帶領五百天女 音聲歡愚受樂 佛陀就對難陀說啊 你現在見到這五百天女 唱歌跳舞 演奏音樂遊戲了嗎 難陀說啊 是的啊 我已經看到啊 世尊又對難陀說啊 你認為如何呢 到底是這個世家族女 孫陀莉好呢 還是這五百天女端正呢 難陀就說啊 如同以那時持的 這個母的蝦迷猴 跟孫陀莉共相比較啊 這個母迷猴是百倍不如 乃至千倍百千倍 世間算數啊所不可及 我現在也是這樣啊 孫陀莉女啊 想要和這五百天女來相比啊 也是不如百倍千倍 乃至百千倍 世間算數所不能及 怎麼可以拿這個天女 來跟孫陀莉來互相比喻呢 佛陀就說啊 你現在想要和這些天女啊 共相娛樂嗎 難陀就歡喜踴躍 這麼開心啊 世尊啊 如我義的話啊 實在是很想跟這五百天女啊 共相娛樂 佛陀就說啊 你不可以用這個凡俗肉身 和他們共娛樂啊 如果想要這樣的話 必須以你的歡喜之心啊 在我的教法中行於犯行 我當給予你報仇啊 報答報仇回報啊 現在如果能夠隨順此佛法 行輕盡行 命中捨身 於未來事 必得受報生於這個刀利天 和五百天女輩啊 共相娛樂 難陀聽到這件事啊 歡喜踴躍 片滿其體 真的是太開心了啊 不能自勝 都沒辦法自我控制啊 自勝就是自己控制的意思 這是 怎麼這麼開心呢 所以這個淫欲心很重啊 我們是無法理解啦 如果說叫我下輩子 投身到這個刀利天跟五百天女 或者五百天人 我沒有興趣啊 所以我無法想像說 他開心成這個樣子 我們在座有人會像他這樣嗎 我不知道天女長什麼樣 所以沒辦法評論是不是 喔就是說 因為我們實在是沒辦法想像 天女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沒辦法知道說 我們是否會跟難陀一樣 這個 這也許 也許真的是如此吧 也許這個 孫陀麗已經是絕世美女了 孫陀麗跟天女一比 如蝦迷猴 所以這個天女到底是多美麗 所以在座沒有人有把握就是 就是說可能難陀的情況 我們見了才知道啦 那難陀就說啊 我啊 我啊 今日在佛法中 歡喜行於清淨煩行 世尊啊 你今天啊 已經應許啊 給我將來 就應許回報我 我現在啊 實在是想啊 將在未來世啊 投身在這裡 跟五百天女 共襄於樂 世尊就帶著 就握著長老 難陀的手臂啊 從三十三天消失 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那難陀就這樣子想 世尊先前已經應許 回報我 在未來世 當德 和五百天女 共襄於樂 因此難陀 以此姻緣啊 盡其身心 正念行於清淨煩行 調伏諸根 節量飲食 初夜後夜 起送精行 勇猛精進 不和他人言談戏笑 心不造極 心無狡猾 狡猾就是鬼詐 因為他之前一直想辦法要逃跑 現在沒有這種念頭了 口不其語 發精進行 正念於行柱坐臥 似威夷 樂於空極 閉塞諸根 成就罪勝為妙正念 這就讓我很難想像就是說 他以這個滿足淫慾為動機 怎麼有辦法這樣子成就罪勝為妙正念呢 這真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如果真正成就正念為妙正念 他就不會想要跟天女在一起 難陀啊 當想要看東方之時 安定身心 志意充滿 既正念已 然後才去關於東方 所以他對於自己的這個 任何行動之前 他都能夠觀見他的那個發動的心意 所以他的這個正念觀察 他是很仔細 他是很仔細 就是說我現在要頭要轉東方 我就先知道這個抑鬱 然後才轉 所以他先知道他的心 然後他才做 所以他是正念劇竹嘛 這樣子觀察的時候 沒有仇腦 沒有黑暗 於不散法 終無漏失 亦不迷惑 同樣的 他要去看南西北方 上方下方 他也是這個身心安定 志意充滿 要這樣子看的時候 沒有仇腦 沒有黑暗 於不散法 更不漏失 亦不迷惑 那他有這個 同行的這個道友 就對 對南陀說 南陀啊 你先前的時候 你不避諸根 你對於飲食 不知彥竹 你總是追求妙好的這些 床路握具 追求這個安穩的睡眠 你對這個飲食跟睡眠 原本都沒有厭倦 有時你還會細笑 心意不定 你狡猾其語 不曾精進 你時常懈怠 也沒有正念 常常忘失正念 你的位移漏缺 無禪無定 不能色心 諸根放逸 讓是放縱 諸根放逸 放縱 不可詳細的說 說明 為什麼現在啊 諸根調伏 飲食知足 初夜後夜 不成睡眠 又不再狡猾細笑 涉戀身心 又不祈禦 勇猛精進 正念正情 以德禪定 心不漏意 諸根不放縱呢 今日因為什麼原因 能夠如此呢 難陀就說啊 當之啊 世尊於未來世啊 將要啊 回報我五百天女 歡於受樂 因此我現在於此法中 情形犯行 難陀的這些 同行法友啊 對於難陀啊 的難陀之慾啊 有調笑啊 嘲弄啊 嘲弄啊 激 就是去嘲笑他啊 就各自對難陀說啊 難陀啊 你在世尊這裡 客座擁立 客座擁立 客座是指 當受僱的臨時工啊 擁立是指 受僱出賣勞力啊 就是說 世尊 你現在行犯行啊 你是其實是當臨時工啊 世尊會給你報仇 你當臨時工啊 出賣你的這個 犯行勞力啊 求這個 將來的果報 因此在法中情襲犯行啊 你在佛陀邊啊 行犯行 正是為了 這個五百天女 而行犯行嗎 所以 長老 難陀的這些親友啊 這些比丘啊 從此以後啊 就把 難陀叫做是這個 客座者 就是這個臨時工啊 受僱的臨時工 要拿取報仇的 世尊見到難陀啊 為這些天女行於犯行 就 握著她的手臂啊 從尼居陀陵而出 消失其身 入於大地獄裡 世尊 看見一個銅斧 就是銅鍋啊 下面啊 燃燒著猛火 這個火啊 賀赤 就是說這個賀是 赤色的意思 火紅啊 這個鍋子也燒得這個 非常的紅 像火一樣啊 出大光燕 赤藍 細細 所以就是說火光很亮 鍋子本身都已經燒紅了 世尊看了啊 就對難陀說 你前往問這裡的 這些獄竹們 這個銅鍋啊 四位 阿誰就是何人 赤藍的 這些獄竹啊 這些獄竹啊 這個大銅鍋 是為了誰 什麼人 這樣的 汹湧沸騰呢 獄竹就告訴難陀 佛陀有 以母所生的 弟弟啊 叫做 難陀 為了難陀的緣故啊 所以 燃燒這個鍋 難陀又問 你難道沒有聽說嗎 如來 往日啊 應許 報仇 難陀 如果 為 五百 天月 財女 行於 犯行 將來 得生於 刀立天 玉竹就回答說啊 是的啊 我們 已經知道了 但是啊 我們又 聽聞 難陀 我啊 於 刀立天 之上 墮落之後 要來生 地獄這個地方 難陀聽到之後啊 心聲恐怖 全身的毛都樹立起來 這樣子想 我如果 赤地 於此 受苦啊 我現在 也想啊 不受用 如此的 天女果報 這時 世尊就握著 難陀的手臂 從地獄內 隱莫其身 回到 尼聚陀林 而出 這時 難陀被 自己的 同行的 諸親友等等 總是換作 這個佛陀的 僱用的 臨時工 被嘲笑 被喝責 被嘲弄 又見到地獄啊 難陀內心非常的慚愧啊 又恐懼 隨即 升起了艷離 自盜自毀 道是畏懼啊 就是對於他將來這個 道立天果報之後 墮入地獄 感到非常的畏懼啊 也很後悔 就是對於他將來這個 就去尋找這個空閒處 獨自靜坐 不再放逸 精靜猶猛 凡是善男子啊 其有正性捨家出家 求於無上清靜犯行 行矣啊 信誓得至正神通 得諸漏盡 口啊 就自己暢言啊 生死以盡 犯行以利 所作以伴 不受厚有 正阿羅漢果 心得解脫 難陀也是這樣啊 正阿羅漢果 然後啊 就前往到佛陀那裡 頂禮佛族 退坐在一面 長老 難陀對佛陀說啊 現在啊 捨棄世尊從前所恩許的 我從前啊 想要取如來的報酬 正是為了這 就是他要所取的報酬啊 就是這五百天女啊 而現在啊 得解脫 所謂得解脫 就是要從這個 約定中解脫 要解除約定了 佛陀就說 並不是現在啊 我才從你這邊 得到這個 托就是解除約定 你 你 最初 暢言 犯行以利 所作以伴 不受後有 我在這個時候啊 就已經解除我們的約定了 這時 長老難陀啊 他的同行的朱比丘 不知道難陀已經正得漏盡啊 仍然像先前 為漏盡的時候啊 去嘲笑去戲弄去 這個 調笑他啊 他們這些 比丘仍然這樣子說 難陀啊 在世尊這裡啊 當臨時公啊 求這個報酬 為五百天女啊 行於犯行 世尊這樣子思維啊 這些比丘 不知道難陀 我 豬肉已盡 還 依 從前 未漏盡的時候啊 仍然這樣子說 難陀為了五百天女啊 行於犯行 我擔心他們啊 多獲罪過 因為他們這樣子等於是在毀謗漏盡者啦 所以我現在啊 可以在大眾中 宣揚顯說 難陀漏盡之事 世尊以如此等 因緣事的緣故 聚集一切比丘生 聚集之後啊 對他們說 比丘們啊 凡是有人說 善男子啊 難陀比丘啊 就是這個人 凡是說端正啊 也是難陀比丘啊 大壯人 是指這個 修行有大力 勇見之人啊 也是難陀比丘啊 凡是說 這個生啊 體系柔軟的 也是難陀比丘啊 這大概是講他這個身體莊嚴吧 凡是說 有人 諸根寂靜不散亂的 也是難陀比丘啊 凡是有人說 初夜後夜不睡眠的 也是難陀比丘 凡是說 山竹清淨生的 這裏的山竹 我在猜想 是不是指這個四種姓的前三啊 是不是指這個四種姓的前三啊 婆羅門 岔地利肺色 這裏的山竹 這 有可能 我認為可能是指這三竹啦 因為如果是守陀螺的話 他是屬於建民 是屬於奴隸總姓 這個出生清淨的 總姓清淨的 也是難陀比丘啊 凡是有人說 得六通的 這也是難陀比丘 凡是說得八解托定的 也是難陀比丘 世尊就這樣子說啊 比丘們啊 在我身文弟子內啊 調伏諸根 難陀比丘最為第一 所以 他從一個原本 淫欲赤聖 不欲犯行的人啊 成為 佛弟子中 調伏諸根的這個 最第一者 在雜含經275經啊 佛陀就 種種的讚讚嘆難陀 說他這個飲食之量啊 精進修行啊 這個 收攝諸根啊 所以難陀有 這樣大的一個轉變啊 也不得不歸功於 這個佛陀 他能夠知道 弟子的根性 能夠用善巧方便 來度化眾生 所以剛才師兄 問了一個問題 說 這個佛陀說法 有 這個聽眾很多 都得法眼鏡得道 為什麼我們在課堂上啊 聽講師說法 那 仍然是依然故我呢 那其中一個一個因素啊 除了 弟子的這個波羅蜜的問題 就學生的波羅蜜的問題 聽眾的波羅蜜的問題 還有這個講說者 他是否是解脫知見具足 所以是雙向的 就是說 當然我在這裡啊 是沒有解脫知見嘛 我自己沒有解脫 我沒有解脫知見 沒有說我身以盡犯行以利 這個叫解脫知見 那我也不能了解他人 他的一個狀況 不能夠幫人家得解脫 所以這個是雙向的問題啊 所以就說 遇到一個真正的善知識 這個是很重要 必須要有 要有真正的這個 得到的師父來指引 才是 這個 這個 在 誠實論裡面講說 禪定成就具足的條件 第一個 持戒清淨 第二個得讚之士啊 善之士是 得到的具足因緣 不是阿難說的半因緣 所以這個我們都是要去 尋訪這個名師啦 那我在這邊 就是只是一個 佛教義理的研究者啦 研習者啦 我也是說 只是說這種情況會 之所以如此 就是說現在 佛法的資訊 這麼的發達 傳播的這麼廣步 那為什麼大家越聽越多 越聽越深 卻沒有辦法 卻沒有辦法 豁然開悟呢 所以說雙向問題 一個是自己的波羅蜜不夠 另外一個是 畢竟如果你是透過網路 或者是什麼嘛 就是說 第一個沒辦法 說法者沒辦法應激嘛 第二個就是 他自己沒有解脫之間 那我們今天上課到這裡 請各位將課堂上 有任何功德做一回向